一字排开训练员工服务态度 香港评价米其林餐厅天好运 喊出大真才 祭出薪水福利 第一年最多能调薪三次 直接摆起摊位面试 第一关口是要自我介绍 还要会操作点餐系统 配合排班时间 之前就有做过服务业 我也知道服务业蛮辛苦的 可是就是想来尝试看看 30岁的侯先生 目前从事清洁工作 想转行挑战 不怕餐饮业要站着上班 只怕薪水给的低 起薪方面对我来讲 不会是完全满意 但是我认为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愿意接受 有20年工作经验的余小姐 原本是外销业务 中年转职就怕心酸 瞄准主任职缺 月薪平均35K左右 要弯下腰来 想三万块薪水 他们可能觉得不见得很好 因为年轻人的期待 你如果说新鲜人的话 最起码都希望有两万八的薪水 怕累不想弯下腰 餐饮面临大缺工问题 春水堂也闹人力慌 分店贴出真人启事 但两百个职缺只招到30人 地薪高工时 员工难待久 根据统计 房屋员月薪两万一到两万四 相当于雇佣外劳的成本 为了救缺工问题 劳动部鼓励雇主用特定求职者 最高提供14万4千的补助 业者拼抢财 看来不只要解决地形问题 求职者也要吃得了苦 东正财疑新闻 小韩云家豪 开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